信主之后啊 回国 可能还要回国 哎呀我回国之后啊 是否啊可以去寺庙 后面还有一个注释说 只是参观并不敬拜 我们请那个 还帮帮弟兄打一下 我学宗教的嘛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要求 去某个教堂 去某个寺庙 那像那个 又像那个冯弟兄已经说过 陈伟弟兄 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给你一个宗教 不是叫你加入一个组织 也不是给你一些规定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是要你认识一个好朋友 就是耶稣基督 那我也不要站在他的位置跟你说 你可不可以去这个室啊 那个庙啊 做什么东西 观看拜拜 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 你信主完了 受敬完了 你自己会有感觉 你自己可以跟主说这些话 亲切亲密的这个主就在你里面 就会有一个很真的一种感觉 你一切万事 都有这样子一个领导者在你里面 我们再说朋友们 回国之后到底做什么 我们再说 不会有一个守则给你们 但是只要一信主 我们这位主耶稣 在我们里面是又真又活的 所以你只要去做之前 你问问主耶稣 在我里面有没有平安呢 若是有平安 当然可以去做了 但是若是没有 我们就照着里面 祝着平安 主就会里面一直的来 把他的生命更多的来 加到我们里面 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生活 不是照着外面的说教 而是照着里面 平安来做仲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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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